你有没有觉得它在大圣堂里的影城越来越不像影院了 这里有咖啡厅,按摩椅,周围有各种饭店餐厅 有一张小型会议桌,看上去像一家公司的 随时可以来一场电影上的商业谈判之类的 这是影城的前台,除了可以买票,更像一个小型超市 各种零食饮料能让你飘发的眼 如果时间还早,小朋友们可以抓几个娃娃 小资们可以探一杯咖啡,双双手机 实在无聊,还可以打打游戏机,送个时间 终于进场了 上次看看小破球 一张票57元,三个人就差不多180了,贵不贵?